紫封车剧团在国庆年假 一年三天晚上会在花莲做演出 从瑞穗光复到花莲市 今年特别是有即将成真活舞团 要表演令人震撼的活舞特技 全部都是免费入场的 花莲乡亲不要错过 花莲县美琴之友协会 今年国庆连续假日 特别邀请到紫封车剧团 再度来到花莲巡演 10月9号、10号、11号三天夜晚 分别在瑞穗、光复还有花莲市 各有一场精彩的演出 花莲县美琴之友协会 在这个双十年假的周末 特别邀请紫封车台湾乡村卡车 艺术工程到花莲 连续的演出三场 10月9号晚上7点 在瑞穗的青莲市 10月10号晚上7点 在光复的太巴朗祭祀广场 10月11号晚上7点 在花莲市的近丰生活营区 欢迎花莲县的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紫封车演出 去年的杂耍技艺团受到花莲乡亲热烈回响 而今年特别邀请到即将成真火舞团 前来演出火舞特技 美琴之友协会在去年邀请紫封车、杂技团到花莲演出 那今年特别邀请不同的巨马 是火舞团的演出 让花莲县名感受不同的视觉效果 10月9号、10号、11号三天晚上7点钟 从花莲的南端到花莲的北端 三个场次的火舞表演都是免费入场 也欢迎花莲乡亲把握机会 前往欣赏难得一见的精彩技艺演出 这里会换市报道